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太后一定要为黎明 为大大 为家珍惜 陛下 什么人在激动炒股 太平公主 梁王五三四 他们不怕死吗 不准我的弃党甘于平叛之事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还有不少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官啊 他们为了什么事情既鼓上朝 为了谢才人 长州擅自下令解围一事 真快呀 陛下 射座 上朝 尊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卿能要奏之时,我已尽之。 须今勘察方之真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来 谢姚环于数日前前往叛军援军舰迎仗,与援军舰、洛宾王等贼秘谋,并于昨日手捧上方舰前往常州李肖义总管打仗,威逼李肖义总管解围放走叛军。 这是李肖义总管送回大理寺的谢姚环亲笔首领。 威逼李肖义总管解围放贼,请太后遇来。 威逼李肖乱总管解围放域 威逼李肖乱总管解围放 Gruyere防卜物 威逼李肖乱总管解围放行那时,我应该缺人的放置。 威逼李肖乱总管解围放宠。 陛下 谢遥环叛逆之罪确凿 不斩谢遥环九族 社稷难安 是啊 谢才人 也有急奏成帝回朝 用心良苦 绝非通敌 届时 自当有个交代 姑母陛下 后期在言评判逝者 斩无赦 新任右肃政总管 以匡复为名叛逆事实 绝不可以 解为释放 据此 臣以为谢遥环 已与奸贼同罪 不斩谢遥环 何以收拾天下叛逆之心 是啊 不斩谢遥环何以收拾天下叛逆之心呢 臣请陛下以设计为念 将谢遥环就地政法 以震慑叛逆之心 将谢遥环就地政法 以震慑叛逆之心 众卿 谢遥环是奉旨行事 一切后果自由本后承担 退朝 退朝 太后有旨 退朝 太后 张简直 臣在 你竟敢领头不听本太后旨意 张简直 实军之路 忠君之事 张简直既为右肃政大夫 有一事不明 不敢奉旨 你有何事不明 方才陛下言说 谢遥环是奉旨行事 当今朝政全由陛下做主 那么谢遥环 释放派军一事 也是奉照陛下旨意 行事吗 此事另有隐情 容臣斗胆 陛下诗言 张简直 无臣子状 皇军怎可指赤朝臣 退下 不要 不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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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總卿平身吧 張簡直 臣在 容你走來 站著說話吧 謝太后 當此之際 所奉之旨 都應該是剿滅判仲之旨 絕無縱容判仲之旨 如果縱容判仲之旨 也成了朝廷的旨意 那麼 奉之平叛的將士 又將如何行事呢 起奉陛下 張簡直所奉其事 那小桓二十余年來 一世恩寵 沒所欲為 那河內郡王武夷宗 即獲罪當死刑 但堂堂郡王也不該他區區後宮女官 仗勢上方箭擅自斩殺 今天 由仗勢上方箭 放走五萬判仲 早該罪己九足 這等厄弼若不處死 我滿朝文武 性命 有何保障啊 請陛下 戈恩斷崇以正王法 請陛下戈恩斷崇以正王法 以等話封所指 到底是誰 請陛下戈恩斷崇以正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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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陛下戈賄 treaties 陛下 殿堂外 成三朗的宜寡 领着平叛军中阵亡将士的数十名寡妇 听说陛下不肯处死谢阳环 他们劈麻待笑 哭上殿来 他们还说 若不处死谢阳环 平叛阵亡将士 死不瞑目 更会含了平叛三军的军心 快 快去为他们暂且出宫 是 自宜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平身吧 我会知道 平身 郑三郎将军和你们的丈夫 为了平爬安眠 重力捐躯 朝廷一定会厚家抚恤和封赏的 平身吧 快平身吧 放心 我一定会为那些英雄而郎冒充血恨的 快起来吧 平身吧 平身吧 平身人 快起来吧 平身人 平身有恙 平身上的字 平身有恙 平身上 平身上的字 平身上的字 平身上� 平身上的字 保着他们 保着他们 坏 忠lig身上的字 各位 凭 people 太后 恳请太后 歌恩政法 一地军心 以安设计 恳请太后 歌恩政法 一地军心 以安设计 谢遥环有灭族之罪 但谢遥有旧驾之功 将功折罪 仍在太医署共奉 母后 但谢遥环必须就地政法 以敬孝勇 以安天下呀 将敬孝勇 就地政法 以安天下 将敬孝勇 和政法 以安天下 将敬孝勇 以安天下 以安天下 将敬孝勇 守护上方剑 将谢遥环 守护上方剑 顾遥环 相纳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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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谢敖太医殿外护轩 陛下 谢敖太医殿外护轩 陛下 不愿见 宣 宣谢敖太医进殿见驾 谢敖叩见太后陛下 快扶谢先生入殿 遵旨 谢先生 请 陛下 谢敖太医殿外护轩 陛下 杨幻 杨幻 谢敖先生 谢妖幻放走太湖叛军 不为曼朝文武及天下官民理解 为了大局稳定 为了大局稳定 我已派来郡臣周兴前往常州 将写摇环旧地正法 你能明白我的苦心吗 陛下 陛下 要还冒天下之大不为 犯下灭九族的大罪 陛下 还留老臣一条老命苟延残喘 老臣 神谢陛下龙门 谢先生 果然是深明大义呀 与大唐社稷 和天下万民的安危相比 任何人都微不足道 不要说谢妖幻 就是我 只要需要 也会万死不辞 要还 死得其所 谢先生 可是我大唐朝绝不可因为一时之误解丧失归宝 小 我要你立即乔装改办 赶往常州 赶往常州 对 劝说谢妖幻 为我保存性命 谢先生 快奉旨行事吧 我 陛下 是 小公主 洛宾王 元军舰 太胡椒 你们快上路吧 来 谢奥魂 此事真能如此了结 放心吧 元大哥 此事 绝无后患 姚环啊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吧 这是怎么了 两个大男子汉 今天 怎么变得扭孽起来了 你们快走啊 姚环 那李笑意并不赞同姐为放心吧 姐 我手中的上方剑 可是代表着无上的皇权 可是 姐 李笑意如果不赞同姐为放心 三天以来 我完太胡一时 又是怎么离开长州的呢 但是 到底是这支人马 攻陷了长州和郡州 成了徐京叶叛乱之军的先锋 姚环 接连还需寄令人 我元军舰 一定要和你同去东都面见太后 奏告明白 对 我们一定要同你一道前往东都 奏告明白 你们快离开长州吧 已经由我先要还承担 不 看来事情绝不简单 元军舰绝不离开长州 对 我们绝不离开长州 元军舰大哥 姚环 你才是太后五安而老的 大恩人呢 元军舰大哥 五安太后而老 都是忠诚卫军的热血男儿 他们误中了徐京叶之际 陷入死际 姚环不能眼看着他们 也受人蒙蔽而死 好仗义的谢姚环 只是眼下你罪人九族 元大哥 小妹只求你保护好我的姐姐和姐夫 尽快离开这死地 而且要太后一世门 向天下广为传说 徐京叶 怕乱世珍 不可再听信谣言 为害天下苍生呢 此事早已安排 我太后子弟 正向各州府 揭露徐京叶 乱朝醉行 只是 你也应该跟我一起前往太后 引心埋名 以逼大祸 可是 元大哥 这五万太后一时的叛逆罪名 谁为他们去向太后进前申辩呢 自当我元军舰出头啊 元大哥 被朝廷视为叛军首领的你 又怎么能为他们洗血冤屈呢 谢姚环 更何况 谢姚环早已激奏太后 为天下安宁 应以谢姚环为牺牲 元环 火捉逆贼 上 你们快走啊 上方宝剑在此 谁敢进前 太后昭令在此 谢姚环 你煽动上方宝剑 保护逆贼 人人得二诛子 来人哪 给我上 杀 不要放过你 上 给我上 姚帆和姚伟不见了 不见了 姐 是姚帆在此 杀了他 杀 快追 什么啊 加油 姚帆追 他 杀 责 责 徐敬业甲匡父之名 行篡位夺权之时的真相暴露于事后 形势直转极下 到泽天皇太后光宅元年十一月遗筹 徐敬业之君全军崩溃 准备逃向高丽的徐敬业 薛仲章等逃亡到海陵界 被其手下将领王纳相斩首 至此所谓匡父大军 全军覆没 至此所谓匡父大军 谢阳环 临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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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了伟大的境界 凤凰涅槃 妖环 魂西归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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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承上来吗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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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乃弥勒佛祖下届超度凡座前新传至今, 故今佛必须合一。 直到今日, 今亦方宣。 今佛合一, 方正今亦。 今日, 今佛已经合一了。 今卷在本太后手中, 那佛弥勒呢? 陛下, 今日, 今佛已经合一。 难道你是说, 本太后便是弥勒下界? 陛下, 请看精益要义。 黄泽圣母, 弥勒转世, 奉天成运, 永昌帝业。 黄泽圣母, 弥勒转世, 奉天成运, 永昌帝业。 陛下, 大云精已经招式女主, 一统天下的玄机。 银元果报, 迄今万年。 陛下, 当已弥勒今生, 君临天下。 君临天下, 这是天命啊。 陛下, 天命, 不可为啊。 在弥勒大云精经历六年后, 泽天天天兽元年, 泽天天兽元年, 即公元六百九十年, 九月人武, 武照登上泽天门楼, 宣布大赦天下, 改唐朝为周朝, 顶当年为天兽元年。 已有, 武照尊号, 被群臣称为圣神皇帝, 同时, 礼旦皇太子改姓为武。 从此, 武照以皇帝称号, 掌握朝政, 达十五年之久。 大宗正正皇帝平将, 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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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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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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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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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世界的皇帝毕竟 世界的皇帝毕竟 六十六年了 我母亲当今大洲皇帝陛下 还在殿中吗 皇上还在殿中 请太平公主殿下 殿门外稍后 稍后 用奴婢启奏皇帝陛下 先可来 奴婢在 今夕何夕呀 大洲朝天授元年九月九日 那 储君见天子 还用奏请吗 储君 太子殿下来了吗 蠢 臣女太平 恭祝大洲圣神皇帝 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平 来 到朕的身边来 谢母皇龙恩 皇帝陛下 你坐到了 什么 皇帝陛下 你不仅以女儿之身 登上了天子的宝座 而且 可以骄傲的向过去 当今 未来的人们宣布 陛下 无愧圣神皇帝的尊号 不仅如此 陛下必将成为 汉清永驻的千古一帝 太平 乖女儿 皇帝陛下 太平 不要当乖女儿 朕的古灵精怪的女儿 不要当乖女儿 那要当什么呢 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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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要当东宫皇太子 不 是东宫皇太女 我比我的那几个哥哥 强多了 是啊 皇上 你自己不也常说 太平 不仅和你面目相似 而且 心性质数 也毫不逊色呀 所以 臣女 此刻奏请皇帝陛下 该立太平公主 为大周朝 皇太女 你 你 你簡直是在胡思亂想